欢迎来到斯密斯大奥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大家刚才听到的声音是9月2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 他宣布进行部分军事动员 目标是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和退役人士 人数大约30万人 此前乌克兰对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发起了反击 短短两日乌军就向东推进了1000平方公里 解放了东部重镇库普扬斯克东城 10月8日 承担补给重任的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部分倒塌成为了俄罗斯最新的军事失败 当地时间9月30日 普京宣布根据乌克兰东部及南部的 顿涅茨克、卢干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 四个俄罗斯占领区的所谓公投结果 将这几个地区纳入俄罗斯领土 此举引发了包括乌克兰、欧盟、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抗议 而中国官方态度暧昧 既没有谴责所谓公投 也没有承认俄罗斯的领土诉求 俄罗斯侵略的受挫和战争升级 也让中国民间舆论、官方态度和御用学者的态度 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本期节目 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入侵受阻后的中国舆论 一、从速通基辅到俄军新善 陷入僵局战争下的民间舆论变化 从战争爆发开始 中国民间能被看到的主流舆论几乎都是支持俄罗斯 然而 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陷入困境 中国舆论场上对于俄罗斯军队的鼓吹开始逐渐烟旗息鼓 一小时22分直通基辅 少依谷一战封城的宣传 转变为俄罗斯军队再下一攀大旗 再变成了俄罗斯为了考虑民众的伤亡才没有大局进攻 官方对于这样的舆论助播推栏 一方面在表面上宣称中理 另一方面在官方媒体中报道大量未经证实的阴谋论 比如美国在乌克兰设有生物实验室等等 随着乌克兰军队的大局反击和普京升级战争的宣言 中文舆论场上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更加复杂 在微博相关新闻的评论区 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站在俄罗斯立场的留言 但更多留言的态度则是暧昧不明的 官媒 环球网 普京签署 对尼茨克等四地入俄条约的话题下 最多的留言是见证历史 2020年后都很魔幻 这些留言没有明确表明立场 只是表达一种对于局势变化的惊讶 也有少量表达对于俄罗斯反对的声音 出现在了个人博主的评论区 之前对普京不吝惜一美之词的自媒体 很多也不动声色地发生了转变 微信视频号说职场 在战争开始时曾夸赞俄罗斯一战 将美国霸权粉碎 然而 最近的视频又开始吹捧美国与中国对比下 全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 YouTube自媒体 说真话的徐某人 将该视频号前后两套面孔进行了混减 构成了一幕打脸的讽刺剧 现在的工业软件有95%都是老外的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一旦被封锁了 我们可能就瞬间回到了20年前 新的世界不再是老美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如今中俄贸易与人民币挂钩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呀 势必会对老美的国际势力有所冲击 二 被打脸的国师 金灿荣和胡锡进的核定本 立场尴尬转变的 除了普通网民 还有被称为国师的所谓国际政治专家 金灿荣 2月24日 普京发动全面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前 他坚持对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消息 都是美国放出的假情报 为此 他不得不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天 在微博上道歉 他写道 我们只是一家之言 只供参考 随即 他又预言 俄罗斯将在一个月内结束战斗 然而 战争局势的发展 仍然在持续打脸金教授的预测 8月22日 他再次预测 年底乌克兰十万大军被俄军揭灭 而随着9月 乌克兰军队大规模的反击 金灿荣的发言反复变化 9月11日 他发文章说 没有谁比俄罗斯更想早点结束战争 俄罗斯根本没有什么大棋 拖一天就多一天的风险 而一天后 他又改口 声称 整体上俄罗斯还是战优势 俄罗斯将迎来最终的胜利 可是 仅仅过了一天 金灿荣又一次转变观点 他说 乌军打得不错 取了进展 战争风向变了 直到最近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金灿荣终于开始担心 乌克兰反击成果扩大 他在微博写道 如果俄军打得不好 乌克兰反攻成果扩大 逼近俄乌边境 那时候 俄罗斯可能征集了 动用战术核武器 那个危险就大了 与金灿荣同样在舆论场上 经常评论俄罗斯战争的 还有前环球时报主编 胡锡进 2月24日以前 胡锡进在自己的评论节目中 讽刺美国对于俄罗斯入侵的警告 16日也已经过去了 拜登总统公开宣扬的俄罗斯将在16日对乌克兰发动的进攻 他在哪呢 莫非真向中国网友讽刺的 由于疫情严重 本次战争改在线上进行了 一国总统啊 而且是美国总统 就敢这样满嘴跑火车 言之糟糟的 把他们所说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 精确到具体哪一天 看来啊 在西方的政治文化里 撒个谎 根本啊 他就不是个事 而战争爆发后 胡锡进又改口夸赞普京 称普京今天拔出了剑 他要制造一个 结束从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人在欧洲不断退缩的历史转折点 随着俄罗斯的入侵 并未像支持者所设想的那样 迅速取了胜利 3月10日 胡锡进开始呼吁双方妥协 他在文中写道 老胡作为俄乌战争的旁观者 也作为对俄乌都充满好感的中国人 想在这个时刻 向基辅和莫斯科建议 乌克兰战争的基本走势和国际态势都已经逐渐明朗 他们双方需早做妥协 结束战争 这最利于他们双方止损 而到了9月 乌克兰开始反击的时候 胡锡进再次展现出灵活的身段 他一方面声称 双方形成了当前在乌克兰战场的相对力量平衡 他另一方面又表示 乌克兰根本没有实力逼迫俄罗斯偷强 对于胡锡进的左右摇摆 有网民讽刺到 能打败胡主编的 是有明天的胡主编 中国官方近年来一直强调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俄罗斯开战前的2月初 普京出席北京冬奥会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称中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 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换影响 战争爆发后 中国一方面在对外宣传中号称中立 只是宣称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并未明确表态 在联合国涉及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问题的决议投票中 中国投下弃权票 另一方面 在对内的舆论中 中国官方选择性的报道 对于俄罗斯有利的消息 删除批评俄罗斯的帖子 但随着战争陷入僵局 俄罗斯军事和经济上的困境加深 中国官方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9月初 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问俄罗斯 在会谈中 他明确表示 但几天后 习近平会见普京时 却完全没有提及俄乌战争的立场 而普京则在讲话中承认 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存在疑问和担忧 9月末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并提到 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 在俄罗斯宣布在乌东地区公投之后 中国也并未承认公投结果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